现在在巴基斯坦的拉赫尔 在这个视频里呢 我要分享了一种当地的早餐 我在巴基斯坦十几天经常吃这种早餐 就是当地的这个煎饼 然后加上煎蛋 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奶茶 而且很便宜 基本上都是一块多人民币 然后可以点一个东西 这边就是大概一人民币是四十 巴基斯坦卢比 这边的物价也可以看一下 它最贵的东西就是五块多人民币 你看它这个煎饼是放点油 它在这么一个大锅里煎着 这个是当地的Chai 就是奶茶 在整个南亚这种茶都很常见 印度的呢 它有它当地的特色 但巴基斯坦的也有它当地的特色 它这边的奶茶的杯子跟印度是不一样的 他们家的这个奶茶是 就是蒸放奶 然后奶来煮这个茶 一给人 上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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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价格就相当于每一样就是一块三人民币 总共这些加起来是二百巴基斯坦卢比 就是大概是五块二人民币 巴基斯坦 旁浙埔地区的特色的早餐 首先这个饼呢 这是非常当地特色的叫普拉塔 你来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们说叫普拉塔 这边如果说当地乌尔多语的话 就是你说这个一个普拉塔其实跟中国很像 就是他们会说 就是很像一个吧 一个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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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卢比 然后这个 奥姆雷特就不用再去叫大家了 可能大家都会奥姆雷特在各个国家都有这种煎蛋奥姆雷特 然后另外一个叫当地的奶茶 他们会叫茶叶 茶叶 就像你会茶的时候你会说茶叶 就是茶叶 你说茶他也能听得懂 就是他会把这个牛奶跟这个茶一块煮 这一杯呢 是五十卢比 一块三人民币 奶香 然后很甜 这就是南亚的国饮 不光是在巴伊斯兰 在印度也是 斯兰卡 孟加拉 当地的国饮 还有尼布尔 每次来到这个南亚地区 可能每天早上呢 可能就会来这么一杯奶茶 就感觉美好一天能开始 就是从茶叶开始 吃饭之前呢 肯定是要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这个饼就特别像是鸡蛋灌饼里边那个 感觉像是那种烙饼 它的味道是咸的 我吃这个早餐必须要配的就是这个煎蛋 它这个煎蛋 它不只是煎一个蛋 会放洋葱 然后放青椒 会有洋葱的那个脆 然后闻着也是特别香的 吃完之后还会有点青椒的那种辣 感觉就像是青椒炒蛋 变成了一个饼似的 我在这边最经常的一种吃法 其实是把这个煎蛋跟饼卷的一些 好吃 在巴基斯坦的非常传统的一顿早餐 就是这么这样 大概五块人民币 有的人可能他吃不了两个蛋 吃一个蛋蛋就可以了 就是四块人民币 你也可以解决在巴基斯坦的一份早餐 在大部分的仇视 你都能找到这样一个价格 可能在首都它的价格会贵一点 但是基本上也不会超过十块人民币 你吃这一个东西再加上两个蛋 这是583卢比 大概13人币 给它钱 让它找钱 OK 给了500 找了300 总共是284坦卢比 这个打车软件在当地的叫做in drive 这个打车有很多的选项 你看除了这个带空调的突突车 还有不带空调的 还有突突车还有摩托车 10公里的距离看多少钱 如果是做摩托车的话 就大概是190卢比 就大概5块人民币不到 拖拖车 大概11块人民币 它其实是 这个价格是你可以改的 定400 就是它推荐的价格是428 我又点400 可以签金支付 也可以网上支付 你可以再加钱嘛 再加5块加5块那种 有一个司机来了 两分钟 Russian OK 这软件上有司机的照片 上车之前坐一下10公里 大概还10块人民币 而且车看可以坐 12345 都6个人最多 对的 你要是人多的话 一个人 这10公里 也就2,000块钱